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宝贝们 刚刚从健身房出来 然后呢 现在呢 运动完了才可以喝我们的健鸡奶昔 看吧来 健鸡奶昔 那它的奶昔呢 里面有含乳清蛋白和弱蛋白 有助于呢 增长肌肉 所以呢 你知道吗 运动之后呢 不管你是常常运动还是偶尔运动一下 运动之后呢 那你的肌肉拉开 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让你可以长肌肉 因为每一磅的肌肉呢 会燃烧14卡路里 那这个呢 是一个长期要养生 跟长期要维持跟经营的一个道理 不是说是一个奢侈的一个道理 而是呢 是要养生的你就是要长期维持肌肉 那你呢 如果是想要保持你的体重 让你可以永远维持体重 可以不要长胖 不要虚胖的话呢 你一定要记住 记住 再记住 就是要帮助你呢 增加肌肉跟维持肌肉 因为呢 肌肉呢 会促进新陈代谢 肌肉呢 会来帮助你的燃烧脂肪 肌肉会帮助你保护你的骨头骨骼 你摔倒的时候呢 不会容易骨折 所以呢 肌肉还会帮助你呢 收紧皮肤 预防有皱纹跟下垂 所以呢 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肌肉呢 你不要相信那个误区 肌肉就是要像肌肉男 你知道呢 像肌肉男这样子 要练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 在健身房 还要一天要吃的像猪一样 才可以变成这样子状哦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想到肌肉 就是要变成肌肉男 你如果是想要不要下垂 可以去皱纹 全身可以身体肌肉紧直 一定要记得 运动占百分之二十 营养占百分之八十 所以呢 你运动完之后 没有吃营养 你等于那天呢 就是很吃亏 白运动了 只是燃烧一些卡路里 但是没有真正的 得到全方面的好处 运动之后四十五分钟 补充均衡的营养 膳食纤维 还有呢 油脂蛋白 康宝来的营养代餐 再加上运动来袭 好 那最好呢 是一个星期呢 做五次到六次的运动 三十分钟以上 可以帮助你呢 加强你的心率的 好吗 我是谢美美教练 欢迎大家 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私底下 微信我 或者私底下 可以跟我联系 谢谢